大多故事是由嚼通天海鲜酒家特约赞助播出 泉州同乡联合总会于2017年2月17日 在钓鱼台国宴举办了多伦多泉州同乡联合总会 第四届就职典礼替加拿大多伦多泉州商会成立庆典 同时也是泉州同乡联合总会的 冰激迎春春节莲花晚会 全州同乡会迎宾组盛装迎接700多位宾客 加拿大三级政府嘉宾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以及多伦多众多华人社团 社会各界代表丽临现场 在场的700多位宾客见证下 第三届多伦多全州同乡会会长蔡小华先生 将荣誉证书颁发给了第四届全州同乡会会长林志伟先生 顺利完成两届的交接 同时蔡小华先生也授予了第一届 多伦多全州商会会长林炳宁先生荣誉证书 标志着全州商会 标志着全州商会正式启动 三位会长历史性的握手 将是多伦多全州同乡会 创会十年最辉煌的一页 你好你好大家好 我叫柯文斌我是全州同乡会的理事长 我们全州同乡会是2008年成立 现在是第九年 那每年的春节呢 我们都会祭拜一个很大型的这个春节晚会 那我们是一年比一年大 然后呢参加了人也一年比一年多 规模也一年比一年大 然后呢我们邀请的嘉宾也是一年比一年多 那今天我们总共会有600多个乡亲 还有我们邀请的三级政府 所以呢今天是高鹏满舟 那我们很开心呢 今天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在进行了第四届的全州同乡会的幻届 庆典成立庆典 然后呢我们同时也成立了那个全州商会 所以我们两个活动一起办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今年的七年的春节的活动呢 也刚好就是迎新春 所以今天晚上呢是三喜联盟 我们很期待 我们现在的嘉宾在陆续了 在那个在登记 在登记那我们很期待 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一个非常愉快 和这个难忘的夜晚 然后预祝我们的晚会今天 圆满成功 我呢衷心感谢那个 就是在祝大家在新年一年里呢 心体健康 学业有成 这个事业进步 南河工作顺利 外事如意 谢谢大家 你好 你好我是那个全州 加拿大温多全州同乡会 第三届的拆巧华会 今天是我们全州同乡会 第四届的那个成立庆典 对此呢我表示祝贺 谢谢 借此机会呢 祝贺所有的嘉宾和乡亲们的新年快乐 给大家拜个晚年 谢谢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参加 这么全州老乡的这个新春庆祝活动 挺高兴 每次来参加他们活动 都发现人很多 你看今天也是满满一场人 大家都非常高兴 非常开心 这是个很好的一个相聚啊 庆祝新年呢 共同勉励的机会 所以我也 我过来呢 认识很多这个全州老乡呢 也感到非常开心 所以希望今天晚上 应该大家有个难忘的夜晚 全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是曾经的东方第一大港 也是中国住民的桥乡 现在人口将近九百万 而散积在世界各地的国家 和地区的全州 全州及华侨华人 就有七百五十万 今天我们也是成为其中的一员 记得我2009年移民到多伦多的时候 我太太就哭了问我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在陌生的国度 寂寞无亲 毫无依据 寸步兼刑 刚好于天欢开 报纸 看到全州同乡会 几半春节活动 就赶紧报名参加 通过同乡会 认识了很多乡亲 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我们慢慢的 在多伦多也安居乐业 小儿子也在同乡会 找到他另外一半 四个人的小家庭 现在已经是十一个人的大家庭 充满的幸福家庭 所以我非常感激 全州同乡会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给你的帮助 今天在各位乡亲 热心乡亲的大力支持下 我很荣幸当前于第四队全州同乡 总会的会长 更有四十多位 副会长 民意会长 加入到我们 新一阶的东来 我希望我们新的领导班子 可以把全州同乡会的优良传统 化洋光大 不顾乡亲们的期盼 今天晚上非常荣幸代表联邦参议院 出席全州联欢晚会 全州是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商库 最早的对外开放商库 是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 那么据我所知 全州的华侨们在海外有八百多万 那么在全州本身有七百多万 那么可见海外的侨胞们 对中加两国和世界各地 踏建桥梁进行 对我们的鲜阳中文文化 还有我们的鲜阳文化 还有我们的商贸交流 可以说做出很大的贡献 所以全州有这句话 爱聘感您爱拼这些牙 全州生于全州的民意会长 非常荣幸一转眼 全州同乡会已经有九年了 现在也成立了全州商会 那么我申请在两位民会长的带领下 我们肯定全州在中加两国 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也同样为我们中华文化 还有我们这个侨胞的利益 侨胞各方面的发展和解 我们加拿大社会 那么我对两位会长充满信心 我相信他们会越做越好 我们给他们一点掌声 鼓励他们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